很少有谜题能像外星人一样吸引着大家的注意 而在美国众议院将于5月17日星期二举行公开听证会 以期待对不明飞行物 更正式地称为不明空中现象或UAP有更多的了解 这是50多年来的第一次 其实关于外星人到底 是否存在这个问题一直都存在着争议 但是看到美国在今年的5月将召开发布会 有网友联想到了在2021年的时候 有一个自称来自未来的神秘人 在TikTok发布了一段视频 他在视频中表示 2022年的5月人类将发现外星人 TikTok用户atfutureatmytraveler声称 大家所说的外星人在2022年将首次出现在地球上 他们首次被发现的确切日期是2022年5月24日 从他的时代起 外星人有很多不同的身份 而且他们在未来作为公民 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 这群外星人被称为尼伦人 他们是友好的 并不是来袭击地球的 但是美国攻击了他们 这开始了许多维度间战争中的第一场 虽然不知道这位自称来自未来的人所声称的 外星人是否真实存在 但是这个世界上并不缺少 关于外星人的传说 比较著名的有罗斯维尔事件 美国五十一区 蓝道深森林事件 道西战争等等 这其中的道西战争 就是传说人类和外星人发生冲突的事情 道西战争也叫杜尔赛战争传说 是人类外星人之间发生的一场战争 几十年来 顾名飞行物学家声称在美国军方的帮助下 外星人在新墨西哥州杜尔赛的 Archleta Mesa地下的 一个秘密基地内进行着实验 相传在小镇下面是 一个秘密的七层军事设施 被称为杜尔赛基地 关于这里有外星人基地的传说 在1970年代开始流行起来 故事始于一名州警 他在新墨西哥州杜尔赛的天空中 发现了一艘奇怪的飞船 并在地上肢解了牛 他还在附近发现了防毒面具等物品 这让他认为有其他人参与其中 到了1970年代后期 本类维茨Bandweiss 开始拦截来自Docet的外星信号 他知道科罗拉多州和新墨西哥州的边界是 不明飞行物活动的温床 包括神秘的灯光和动物肢解事件 他与另一位不明飞行物爱好者新墨西哥州警官 加部 瓦尔迪兹一起调查了杜尔赛及其周边地区 据称在他们两人追踪了本类维茨Bandweiss 在科罗拉多州边境以北的阿修利塔台地 Archeleta Mesa地下的 一个位置接收到的信号 不久之后 Bandweiss称之为Docet Base杜尔赛基地的 故事就传遍了UFO社区 关于杜尔赛基地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菲尔·施耐德的说法 他在1995年的演讲中声称 他是一名前政府工程师 他表示在1979年 帮助建造了新墨西哥州杜尔赛的外星人基地 在疑似建筑中 他和其他人遇到了外星人 甚至当时他们还与外星人发生了冲突 根据菲尔·施耐德在1995年5月的演讲中介绍 他是从工程学院毕业的 他的学校有一半在这个领域 以地质工程师和结构工程师 而文明军事和航空航天应用 他在美国帮助建立了两个主要基地 就所谓的世界新秩序而言 他们具有一定的意义 第一个基地是新墨西哥州杜尔赛的基地 后来于1979年参与了与外星人行生物交互 而施耐德是幸存者之一 在纳斯冲突中有66名特工 黑色被雷帽等在那场战斗中丧生 美国自1940年代初以来 他们一直在日夜不停地 建造这129个基地 其中一些建造得更早 这些基地基本上是由高速磁悬浮列车连接的 地下大城市 时速可达二马赫 早在1954年 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 美国政府决定规避美国宪法 与外来实体递解条约 这被称为1954年 格林纳达条约基本达成了 有关外星人可以采取几头牛 并在几个人身上测试 他们的植入技术 但他们必须提供有关人员的详细信息 但是慢慢地 外星人改变了交易 最后他们决定根本不遵守它 在1979年发生的杜尔赛交火 完全是偶然发生的 当时我们发现 他们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很长时间 也许是一百万年 这也可以解释很多古代宇航员 理论背后的原因 在冲突中施耐德被他们的 一件武器击中了胸部 那是他们身上的一个盒子 在斯耐德身上炸了一个洞 这个武器是有骨辐射计量的 在这次冲突中 斯耐德得了癌症 他还失去来了几根手指 在演讲中 斯耐德就曾表示过 他可能会意外死亡 而就在演讲半年多后 也就是1996年1月17日 他被发现死在了自己的公寓里 而根据当时对于 斯耐德的死亡情况来看 他被一根细长的橡胶软管勒死 这个软管在他的脖子上 缠了好几圈 在前面打了一个结 后来他的死亡被警方认为是自杀 而且他的公寓里 似乎还发生了盗窃 因为一些斯耐德在演讲中 提到和展现的照片相关的物品 还有他的一些研究材料等 全部都没有了 以上就是关于 道西战争的传说 总之 对于外星人来说 我们人类一直充满了 对他们的想象 这也是外星人一直活跃在 影视小说中的原因之一 虽然现在并没有证据证明 外星人真实存在 但是这也不影响大家对于他们的好奇 那么大家认为 外星人存在吗 欢迎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明天